歡迎收看小明星期間 歡迎收看小明星期間 HELLO HELLO 2020年3月1日 各位萬迷早晨 歡迎來到第二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晚有場球踢 但今天我有時間 第一第二也有時間 很想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會有多一點影片 大家要留意 這一節想說什麼呢 輝特在我們的球隊裏面 表現真的越來越好 之前也曾經說過 他自己也會作出一些改變 最近他真的很有趣 輝特接受了很多訪問 跟我們說了很多他的內心世界 這次這個訪問 非常有趣 他就說原來有一個男子 在他這次的 即是叫做 適應英超方面 或者在馬聯表現得好的方面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這個男子是誰呢 其實說真的 輝特是中場球員 我想大家都猜到這個男子是誰 就是卡維吉 還有另外有一段報道 我也會跟大家說說 究竟我們的教練團隊是怎樣分工 現在初步看到有一個形勢 原來分工是這樣 待會第二段報道的時候跟大家說 現在說了卡叔 為何能令到輝特 起死回生 那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報道 輝特剛剛在我們 歐巴布的第二回合 對布魯日那場球 入了兩球 我們總共也有5比0勝出 現在是那場球 曼聯的中場輝特 就說我們的教練 卡叔卡維克 是他在曼聯 為何扭轉形勢 扭轉乾坤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位巴西球員 在薩加當薩 2018年以5200萬的新價 轉會費轉過來曼聯 第一季當然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 都有批評過他 但是今季 好像變了新 尤其是近十場八場球 真的踢得相當出色 亦都成為我們球隊裡 必不可少的一個中場人物 他剛剛入了兩球球 其實老實說 他雖然踢得好 但也很久沒有入球 蘇斯一柴都開玩笑 在他有生之年 還看到費特入球 這次真的看到了 蘇斯一柴也說 他對於我們的中場 現在是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他接受一個媒體 叫做United People's TV的訪問 Fred 說真的 有機會我們也嘗試 看看能否找到他訪問 他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最近真的做了 親善大事 經常到處去不同的媒體做訪問 看看他怎樣說 他說卡維克卡叔 每一天都幫了很多 他之前踢過曼聯 他也很有經驗 在關於我的棋位 和我拿著球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呢 他的穩定性 拿著球的時候 是幫了我很多 我們經常都繼續聊天 說關於球場上高的事件 我怎樣可以進步 他最重要真的幫了很多 在我球場上高的棋位方面 他真的幫了很多 在棋位和體位方面幫了很多 卡維克是一個教練 經常都幫我 我想 卡叔可能給了一些私人補習 我猜 他很多次都跟我 不停地去研究 去談 對於我 在適應英超這部 整個整件事來講 真的是最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也都非常非常多謝他 因為我來到的時候 我很喜歡在中場拿著球 但是呢 當我拿著球的時候 對手就會有一個 甚至乎兩個 的球員走過來逼我 很多時候 我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被人逼掉了球 現在 我理解球賽比較多了 知道英超大約是怎樣踢的時候 我的反應就可以快了 和強壯了 換句話來講 他沒有那麼容易脫球 他就說 卡叔幫我去冷靜 和比較定當 令到我個人比較定當 我們做了很多 一對一的訓練 真的 卡叔和他私人補習 他就是 影響到我 在萬聯裡面 影響到我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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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廢特也都接受了 他真的要一些時間 才適應到英超 但是他也都說 其實作為一個球員 從來未在英超踢過球的話 轉了回來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需要 他就這麼說 他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適應 去一個新的國家 新的踢球方法 在英格蘭那裏 其實對於他來說 他覺得是很大的分別 他就相信 這個 適應這個英超比賽 是一個對於他來說的難度 即是一個很高難度的動作 那麼我要適應一個新的打法 也要適應英超 這個就跟我以前在烏拉蘭踢球 是相差很遠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 我猜 大部分的球員 如果他們從另一個國家的聯賽 轉過來英超踢的話 其實 尤其是聯賽本身 不是那麼高水平的話 他來到英超的話 是一定需要一個適應期的 我覺得 我也是一個正常的球員 所以我也是需要這段時間 那時候 即是說 阿費特也都分享了給我們聽 真的卡叔跟他做了很多私人的補習 令到他就可以 現在 在位置感上高 是好很多 還有拿著球 就淡定很多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逼掉 因為 他已經跟隊友的默契建立了 再加上 他很清楚自己在什麼位置 或者他應該 在什麼情況之下 就要交走球 被人逼掉的機會是小了 很老實 阿費特就這樣說 他有補習 跟卡叔 我相信其他中場 卡叔都不會偏心 一定會有跟他們補習 所以 希望卡叔慢慢慢慢 就在中場那裡 跟多些我們的球員談 以及以他的經驗 無論是打防中的經驗 或者打萬元的經驗 我覺得這件事 絕對幫到手 我們之前都曾經很懷疑 或者質疑究竟教練團隊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你看到 廢特這個訪問 就分享給大家 其實教練團隊真的有做事 因為廢特這個訪問 只是說了卡叔幫到他 大家記不記得 在前鋒方面 其實蘇斯一查 都有落所落去做 因為我記得 他也有教 福仔馬仔 或者Greenwood 我相信 他們是怎樣踢的 所以 暫時來說 分工可能會有這樣的形勢 不過這件事 蘇斯一查說了給我們聽 其實教練的分工是怎樣的 一個MIRROR的報道 應該引述了 一個蘇斯一查的訪問 OK 標題就是 蘇斯一查就給了 一個感謝或者名者 Kieran McKenna和 Michael Carrick 即是卡叔和 McKenna 因為萬聯有一些很大的改變 是他們兩個負責的 OK 萬聯 Tamira 這麼說 現在 近排踢球 不錯 尤其是防守方面 我們已經有幾場的零七球 這裡也提過 說真的 我們那些零七球 就是全歐洲排第二 記得嗎? 我有一段影片也說過 不是我說 其實是Duncan Castle 大家都有很多回響 那段影片 雖然是很多clean sheet 但其實 再拆解多一點 我不再重提 大家找回那段影片 看看 或者如果我找到 就放在畫面上高 大家在那裏按下看 不過我也要找 那段影片 好像是一個禮拜前 差不多 Anyway 說回來 蘇斯一查就說 我們的防守 近排上真的做了一些改變 而這個改變 就是要感謝 Makena和卡叔 兩個負責 OK 其實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們現在 除了打這個 四後衛之外 也有時候 會打這個352的陣式 亦都是因為這樣 適當的時候的轉變 其實就令到我們 就是那個 防守穩陣了很多 亦都拿到很多的 零色球 那樣 卡叔七查就這樣說 我們在球場上高 做到的事情 就證明到 我們的球員是有質素的 OK 那當然 有時候都是有少少少 幸運成分 因為我們的球賽 那個分野很小 所以也有少少少 幸運成分 亦都反映到 我們在轉戶市場 做到的事情 包括我們簽到 雲比薩卡 以及哈里麥加亞 雖然是比較 要用多錢 但是是值得的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有個基石 在我們的陣容 我們當然 現在還未滿足 因為很多時候 比賽可能只贏得1比0 即是緊緊贏 我們很希望 打造到一隊進攻 令大家看得很開心的球隊 這個 蘇斯卡柴永遠都掛在後面 其實Ed Wood 都是常常掛在後面 但是我們距離 那裡還有一段距離 我講的這句 他就說 但是 防守來說 我們的教練 麥堅娜 卡叔 真的做了一些 非常厲害的事情 非常好的事情 那麼 大家都在球場上 看到他們的功夫 就在球場上高 各位球員 就演繹了出來 實在是非常興奮的 OK 那麼球員上高 無論他們要打 back3 或者back4 或者5 即是3個 4個或者5個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那麼 這個那個變化 和那個對策是怎樣 就是 他兩個 卡叔 和麥堅娜 的一個功勞 所以 蘇斯一查 作為一個管理人 他都很厲害的 這一方面 就是告訴大家 那些功勞是誰 就是將他的功勞 給予一些相關的人士 這個我覺得 作為一個管理人員 是應該要做 以及應該要做多些 OK 那麼他就說 解釋了給大家聽 那麼 因為之前 他已經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也有說過 或者是馬仔他們 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說蘇斯一查 有教他們 射手應該怎麼做 所以 現在看完這幾個報道之後 我想我們就有個概念 我們經常懷疑 究竟我們教練團隊怎麼做 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至少知道 分工方面 我們看到的形勢就是 進攻方面 蘇斯一查 比較偏向 下手下腳教 中場那裡 明顯地卡叔 剛才阿費特也說 也有特別去教 和做一些私人的補習 即是說蘇斯一查 就負責射手 進攻球員的私人補習 卡叔 就負責中場 甚至乎是比較 鬥後一點的中場 的補習 以及他的踢法 你看到 Makina在陣式方面 是可以 他比較佔得多 尤其是當然 蘇斯一查 在放手的陣式方面 他也是比較做得多 OK 你看到這三個 主教練的分工就是這樣 我們另外 其他主教練 當然還有龍門教練 還有Demsey 都是蘇斯一查找來的主教練 其實還有其他教練 我們不認識他們的名字 但你見到 我們認識名字 我估計 Mike Phelan 我估計做了一個 總統籌 我估計 Mike Phelan 你看到他 費Sir幫忙的時候 他也是做很多這些事情 OK 假設教練團隊要補強的話 看形勢 前鋒有人 中場有人 可能後防方面 會不會有一些 防守比較厲害的教練 可以幫到手 另外還有 在中場策劃方面 因為卡叔 他始終是偏向 鬥後一點的中場 在攻中方面 我們暫時見不到 有什麼特別的 名宿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教練 可能有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現在 看完這個之後 我想我們在補強方面 假設我們保護 假設保護教練團隊 在攻中和中堅方面 可能就要找一些 相關聰明的教練 來幫忙 我覺得 Mike Phelan 和蘇士一查 或者他們另外幫忙 主要是蘇士一查 和Mike Phelan 負責 這個也是很主要的 因為 就算每一個部分 做得好的話 你整個遊戲計劃 做得不好的話 都是沒用的 OK 所以 我暫時 我只是把我 剛才那幾個報道 和之前看到的資訊 一起集合了 就大約知道 我們的報誌是怎樣 究竟如何改善 或者怎樣才可以再做好些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還有 有沒有什麼提議呢 OK 這次節目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